加一滴水的橘鰻鱼,鰻鱼不要再清蒸了,试试砂锅橘鰻鱼活的鰻鱼已经让市场的鱼老板帮忙处理了,现在滑溜溜就只差清洗了,清洗鰻鱼很简单,只需倒入60到70度的温水,快速泡均匀就马上把鱼倒出来,别把鱼泡熟了。 家里有干净铁丝的,用铁丝来清洗,没铁丝的就像我一样用刀来刮,一样很干净,把鰻鱼斜刀切片。 切成这样厚薄一致的就可以了。 先来炒个洋葱豆豉油,这一步不能省豆豉香味这里来,再来腌制鰻鱼,加入适量蚝油生抽鸡粉,白糖胡椒粉生粉,一点老抽调色抓匀腌制, 再淋上洋葱豆豉油拌匀,材料备好可以开始焗鰻鱼啦。 砂锅倒入多一点的油,加入姜蒜炒香,再加入洋葱翻炒。 铺上一层白猪肉,再把鰻鱼一片片摆放好。 把盘里剩余的酱汁倒入砂锅里。 盖上盖子小火焗8分钟,时间到了打开盖子太香了,撒上辣椒,撒上葱花。 再盖个20秒,一打开扑面而来的葱香鱼香豆豉香。 又滑又嫩快来一口,软软糯糯鱼皮还会沾嘴唇,一定要去安排。